花莲地震造成灾情不断 其中北冰街民宅倒塌倾斜 而因房屋结构严重受损 相关单位昨晚就派出怪手进行拆除作业 连夜赶工 直到今天上午拆除作业仍在进行当中 而县长徐振卫也前往关心进度 昨天上午发生规模7.2地震 造成花莲地区多栋建筑受损 走山与9人死亡 晚间除了北冰街半岛大楼拆除连夜进行 其余抢通抢救的工作是暂停今早持续 北冰街半岛的大楼未造成人员伤亡 建物在下午将近5点开始拆除 将连夜进行作业 天王新大楼则是要配合减掉完成香宴等工作 才会开始进行拆除 县长徐振卫也前往关心进度 那现在在开始在做 有一些比较危险的有立即性的青岛的房屋 怕余震之后倒塌下来 所以那我们现在在开始进行 北冰街的一栋民宿的拆除的部分 那也已经跟民众取得协调 那未来会拆除我们的北冰的民宿 还有隔壁的三个平房 因为是木造房屋 那它也是已经有这个结构性的危险了 那也都跟取得民众的同意 一场大地震风云变色 索性当下北冰街这栋建筑物 所有人都及时逃出来 但是面对家园就这样没了 屋主满事心疼 后续修缮重建 恐怕也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 记者综合报道